燕巡黑化后 砍下了元松的手臂后 便命令士兵将元淳和元松带回魏国 也就是在这里 元淳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在燕巡的话语中 并没有承认元淳是自己的王妃 而是称呼元淳为公主 在这句话里 士兵们也就意识到 燕巡没有承认元淳这个王妃 而是要他们护送回国 也就相当于是任他们处置了 元淳作为一位公主 美貌倾国倾城 士兵们更是垂涎欲滴 将元淳玷 也许燕巡没有想到 士兵们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毕竟他只是没有称呼元淳为自己的王妃 但是魏国作为士兵们的敌对之国 元淳使敌对之国的公主 更加汗之入骨 而对一名女性最大的侮辱 在古代就是夺具处子之身了 可以说 燕巡同时对元淳和元淳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可是当初燕巡在魏国的时候 这两兄妹并没有对燕巡做出伤害 元淳以兄弟的身份 与他相互尊重 而元淳的心上人 自始至终也只有燕巡一个人 所以燕巡此诗词举 将使他们之间的关系 永远不可修复 燕巡作为一个外国人 在魏国生存 难免受到很多文库子弟的鄙视 他也会听到很多流言蜚语 但是元淳总是用自己 作为公主的权力与威严 去镇压住那些流言蜚语 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好燕巡 作为一个处在他国 势单力薄的人 元淳对燕巡的好 燕巡是知道的 而后来 燕巡的士兵侮辱了元淳 也并非是他的意思 只能说一切都是阴差阳错罢了 元淳在魏书叶离开 自己的父母离开 包括后来自己又成为暗昌 一次又一次暗杀楚桥失败后 他心灰意冷 伪装成一女进入了燕巡的军营 想要暗杀燕巡 无奈被燕巡的侍女发现 而此时 燕巡军营外的士兵们都听到了动静 都冲进了军营 就在要拿下元淳的那一刻 燕巡认出了元淳 当他认出刺客是元淳时 他很惊讶 他没有要置元淳于死地 而是命令所有人都退下 他选择放元淳走 元淳扭头便走 可见是十分失望了 莫了燕巡还对元淳说了一句对不起 而元淳只是停顿了一下 没有做出其余任何回应 燕巡派人背了马车 护送元淳离城 元淳的最后一个镜头 是他从马车的窗户 伸出了握着当时燕巡送他的兔子尾巴 他轻轻地松了手 兔子尾巴留在了燕巡的城 而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有燕巡的地方 或许从最开始的地方 燕巡是真的将元淳当成了妹妹 他从未爱哭她是真的 但是元淳被伤害 他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所以当他决定放元淳走的那一刻 内心是非常愧疚的 甚至这份愧疚 是他一生都难以释怀的 元淳于他而言 是心理上的一块伤口 可是燕巡已经无法再回到从前了 他已经变成了残酷狠毒的一匹狼 连楚桥都被他弄丢了 何况元淳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时隔四年 海上繁花播出 窦销李沁再续前缘 口碑不好是否有救 2017年的一部《楚桥传》 将李沁斗销这一组一难平的CP组合炒得火热 一句唇儿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 只要烟熏哥哥活着 让哭得梨花带雨的李沁 成为了多少观众心中的经典回忆 如今在《楚桥传》当中 没能够收获圆满结局的李沁斗销CP 终于在最新上映的《海上繁花》中续了前缘 就当观众自信满满 打开电视准备花生瓜子 嗑一嗑这一对四年前的CP组合时 尴尬的剧情和狗血的人设 简直让人无法直视 有的观众表示 尽管李沁在剧中还是美得像一幅画卷一样 但是真的让人无法坚持看下去 30分钟的画面 29分钟都是让人尴尬的脚底扣出30一听 或许是由于几年前的素材放到如今来说 已经太过俗套 许多观众对这一部《回忆沙》作品并不买账 就连此部剧极左改编的小说作家都表示 自己几乎遗忘了这样一部作品 这部剧的原版小说在当时 也是掀起了一阵口碑狂潮 然而放到四年后再看 确实于时代难以接轨 加之被导演改得有些面目全非 因此在看剧的时候 让观众不由得纷纷表示弃句 由豆潮、李沁、张云冷等领衔主演的《海上繁花》 主要讲述了一个娱乐圈记者小白和傲娇总裁 以及软男医生之间的三角链剧情 然而对于见惯了大场面的观众来说 这样的狗血剧情显然不能满足当代观众的胃口 加之又14年前尚未播出的剧集 如果没有精湛的演技 以及别出心裁的剧情设置 很难吸引观众的目光 但是作为本剧最大的卖点 李沁和豆潮的CP组合还是比较转观众眼球的 并且当年作为储小传的番外 延续两个人的CP线也是一个不错的话题 但由于种种原因 导致未能顺利播出搁浅至今 如今的口碑扑接也能够理解 这部剧在上映后没有达到观众的期望值 一方面是主人公的角色设定过于陈旧 剧中女主作为一名娱乐圈的记者 为了能够得到猛料 一路追随来到医院 而进入医院后去开展了一系列神操作 一方面跑去和医院的医生讨论诗词歌赋 人生哲学 另一方面也完全没有实现自己的职业操守 在李沁的演绎当中 很难让观众gate到原著当中 女主人公活泼灵动 瞪眼多嘴的演技也是让人十分着急 难道现在所有的女演员对于活泼可爱的女生 定义就是令人尴尬的卖萌吗 原本应该是一个活泼灵动的女生 在李沁的演绎下 却更像是一个初出社会的傻白甜 不仅失去了她在《庆余年》当中 所饰演的鸡腿女神那丝灵动飘逸 也没有了在《楚桥传》当中 那个仅靠眼神就能让人心痛不已的感觉 或许这类角色真的不适合李沁进行演绎 导致整体的效果也没有让人十分惊艳 窦在这部剧当中所饰演的霸道总裁 也不是十番霸气 她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毒蛇的腐黑男 不仅没有要验出霸总和小白兔之间的甜宠 反而让人忍不住吐槽 大家所熟悉的明道 她所出演的霸总可以说是出场自带BGM的气场 这一点放在内娱几乎无人能比 如此相较之下 逗笑的演技细节还是不足的 男二号张云龙其实也没有太多经验的表现 并且仿佛一出场就直接领了个盒饭就收工的样子 出演一生角色的她本应治病救人 却在女主出现后直接治病人于不顾 先把和女主的感情线捋清再说 不知是编剧有意而为之 还是剧情的设定需求 这样不符合常理的设置 也是让人满心疑问 由于电视剧本身的改动过于巨大 加之演员对这些角色的把握也没有那么到位 观众们在看剧的时候会常常有出戏的错觉 但是回顾《楚桥传》里面 窦霄和李沁的角色选择还是相对到位的 李沁比较适合着一种霸气欲解风格的演艺 相对于小清新的少女人设来说 李沁的把握还是相对欠缺 希望她往后在选角上多费些心思 窦霄在《楚桥传》当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其中反转的演技也是她继《山楂树之恋》后 让人比较惊艳的一部作品 《楚桥传》中 窦霄前妻所饰演的是纯粮无害的少年 她后来黑化成举兵谋反的冷漠将军 对于爱而不得的楚桥 她又爱深恨 在感情把握上还是比较到位的 但是在《海上繁华》当中 则没有充分地表现出霸道总裁的即视感 更多的是令人头疼的毒蛇人设 目前该剧表现不佳 但后面没准还有回旋的余地 成为惊吓爆款也很有可能 毕竟单凭前面几集就断定了全篇的调性 也不太应当 就剧本本身而言 由于是几年前的老剧本 加之过去流行的趣事属于深情虐恋 而且在剧本的改编当中 或许也会融入当时的一些时代元素 抛掉现在的各种审美滤镜 去看当年的剧 或许别有一番风味 对于现代的影视剧来说 更多的人是选择追悉过去的经典老剧 老剧当中给人们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和理念 以及演员们不忘初心的表演 但是就该原著作者之前的一些改编影视作品来说 前期口碑不是很好 但后期逆袭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因此该剧或许也能成为一个爆款 目前还未可知 对于海上繁华的评价 现在是一边倒的差评 不过只是播出了几集 或许后期会力挽狂澜 将前期设定的角色进行一个大换血也不一定 所以对于这部剧 我们更多的是应当以老剧重看的心态去观赏 不应该以现代的审美视觉做过多的评判 毕竟四年前的娱乐风尚 和四年后的娱乐风尚也大有不同 演员们的演技其实也是有不断提升的 对比之前的剧或许会稍有欠缺 我们也可以从剧中看到演员们不同阶段的成长 这部剧是否能够迎来口碑反转 我们将拭目以待